這麼臭崩崩的 他都肯落大 現在你看他公子骨骨 待會我們就可以聽到 Stanley的心聲 下一間中學的同學 跟我們分享的就是 國外醫院80週年 鄧英起中學的同學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徐啟祥之生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主席 英勞李愛蓮女士 作為各位嘉賓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是國外醫院80週年 鄧英起中學的同學代表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參加這個 與導師一直說的活動 所參觀的項目 其實我們去參加的 參觀的行業就是酒店業 其實我們在 今年的3月12日 就去到金融界 酒店進行我們的參觀 以及在那裏跟我們的導師 進行一些交流和分享 其實在我們出發去參觀酒店之前 我們也有少許的期望 我們就非常之希望 可以了解更加多的 有關酒店業的發展前景 即是參觀酒店 我們從事酒店的工作未來的出路 等等的事 另外我們也想了解酒店業的工作實況 我們想知道酒店裡面的 到底運作是怎樣 到底工作的時間等等 工資我們也想知道 當然 而我們也很開心 可以在參觀酒店的時候 我們的導師馬先生 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都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我們也很開心 馬先生 他也是機電工程部門的助理 他更容易告訴我們 而且機電工程部門 到底在酒店裡做些什麼 其實也讓我們更加容易 去了解酒店業的運作 另外我們 稍後會再詳細和大家說 我們和馬先生會談的 一些得盡感受 和我們參觀酒店之後的得盡 我們現在首先會和大家 介紹一下我們參觀酒店的行程方面 首先我們就參觀了大堂 大堂也有很多不同的套餐擺設 馬先生和我們介紹了不同的工作崗位 究竟他們是負責什麼 之後我們就參觀酒店房 在沿途馬先生幫我們介紹不同的設計 我們才知道 原來酒店的員工是有一條職員通道的 讓他們方便一些工作 不會影響了其他人的工作 到最後我們就去了會議室 馬上就和我們分享一下 他自己的自身經歷 也和我們談談我們的前途 在過程裡面 我們都有很多問題問 無論在他遇到困難上面 究竟怎樣面對 和當時有什麼想法 和在設施上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可能知道為什麼玉色的玻璃要透明 等等 他都很冷心地回答 和很詳細地解答我們的問題 這個行程都很充實 在這裏就很感謝馬先生 幫我們的悉心安排 接下來我們就會 交給Ellen Rai同學講一下酒店的特色 大家好 之後又來解釋一下 今天的教育酒店的特色 今天教育酒店在尖沙咀 發行在商業娛樂中心區 交通配備當然是十分元 我們只要補充兩分鐘 就可以在尖沙咀地鐵站 走到酒店 原來距離車 都是只需要四十五分鐘的時間 好了 這些介紹不說了 說到我們在參觀酒店 看到的特色 我們的工程師在里馬先生 首先帶我們去到一個屬於中層的單位 高層的單位當然不是我們去的 這間房間的特色是以環保為主題 馬先生就告訴他 當年看到六八色為主 其實是想給顧客一個清新的感覺 那麽面積呢 原來都算是酒店裏面 較為很小的一間房間 馬先生就說 這間酒店面積這麼小 那怎樣給客人看得到是大間一點呢 就好像剛剛在同學說 為何那些酒店 廁所啊 連那些牆都是玻璃的 洗澡 沒人見到嗎 原來就是 酒店以玻璃設計 通常都是增加房間的空間 那麽同樣的 那麽通常都會拿些磨砂玻璃的物料 那麽可能會遮擋一下 顧下洗澡的時候 那麽同樣 那麽再上層少少較大 就是我們沒有機會見到的房間 都可能會是以四季的特色為主題而變更的 那麽亦都有些VIP的酒吧等等 那麽介紹酒店房間 那麽同時馬先生都說了他們的工作範圍 原來他們工程師的工作範圍都非常之堅固很多職 那麽小智呢 房間的廁所通渠啦 地磚啦 那麽房間的電器大小啦 和酒店的大堂裝飾 一手包包的原來他們 那麽他們在當值時間其實是有什麽做的呢 那麽原來呢就是等每一日入住的顧客 他們入住的時候會檢查自己酒店的設備齊不齊全 那麽他們會檢查到 那麽譬如有少少冷 那麽就會叫他們上去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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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我不是說話的廣告 那麽我們都很勉強地獲邀七席參觀這個活動的 那麽 那麽之後呢我們會給另一位同學 那麽大家都知道 那麽大家都知道 那麽剛剛遇到沙士 那麽經濟環境一定是非常之差的 那麽面對那個時間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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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因為成績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馬先生說到當初他肯用心讀書的話 他可能就走少很多的冤枉路 他可以直接做到一個工程部門的助理 就不用由低做起 其實他可以進升的機會快一點 就可能不用面對著那麼多基本的工作 但其實在這些工作中都有得著的 馬先生說到是堅持對我們來學習 其實對我來說也有好深的印象 就是我們在學習中面對一些困難的經常都有 那我們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其實如果我們有堅持 只要肯堅持 我們總會有一個方法 解決問題的方法當然總比問題多了 其實我們要堅持下去 其實成功會更加容易向我們揮手 我會交給下一位同學說 大家好 我會說一下我們今次參觀活動的得著和感受 不知道大家對酒店的第一樣像是怎樣呢? 其實我就覺得這個金日 金域 廣東話不是很好嗎? 這個金域酒店就非常之華麗 還有雍用華麦 我不是太懂得這個詞 我不知道對不對 那經過和我們導師的相處之後 我們就發現 其實這個酒店美麗的背後 其實都是有一些工作人員去幫助 在木下網民付出 才可以使得這個酒店可以順利去運作 他們的工作可能包括通渠、鋪地板 甚至乎零晨三點 只要顧客有需要的話 其實他們都可能會提供一些服務 其實我的體會就是 這些成功的背後 都是包含著這個 含水和奸衫 奸衫的 其實不是表面這樣看去這麼簡單的 其實我就明白到 每做一件事的話 就是要有堅持不懈的精神 和謙虛好學的態度 就算你如果做這件事的話 就算你失敗的話 也不會有遺憾的 我們分享就這麼多 現在把時間交給中學會中同學 好了 講了這麼久 看來我們都未超時 還有12秒 好了 其實我們總結一下整個活動 其實我們都覺得 這個活動是相當之有意義的活動 也很感謝大會舉辦 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給我們這些學生參與 其實因為這個活動 是能夠給我們一個機會 提供一個平台 讓我們可以去了解 不同行業的實際 他們的工作情況 因為其實這個機會 為什麼這麼難得呢 因為其實我們平時去酒店 是不會知道 酒店其實背後 是有這麼多人在幫我們 做不同的服務 才是 他們的密密付出 我們是不知道的 但是其實 藉著今次的參觀之後 我們了解得更加清楚 其實一個酒店 其實裡面是有這麼多人為我們付出 其實呢 我們會去到其他的事上面 我們都知道背後的 其實是有很多人在為我們 努力 我們才會有今天這樣的生活 其實呢 另外我們都覺得這個活動 另外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這個不單單是一個普通的參觀活動 因為一般的參觀活動 可能就會有一個領隊 帶著我們周圍參觀 告訴我們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但是其實呢 但是今次這個活動 是有真真實實 一位人生的導師 來跟我們 不單止告訴我們 一些硬件上的知識 可能他還會 跟我們分享他的生路歷程 他藉著用他的人生的經驗 去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應該的處事態度 和人生應該向什麼方向走 其實呢 他也可以帶著我們 藉著他的行業 去了解更多我們社會的現況 其實這一個也是一個很難的機會 另外呢 我們也覺得 今次這個 《語道師一直說》的活動 是能夠幫助我們 去建立自己的目標 因為其實坦白說 我們一班中學生 可能除了 去很用心讀書 去考好成績之外 我們其實都不知道自己 有時候有些目標是到底為什麼呢 我們讀書到底為什麼呢 其實呢 今次這個活動呢 就正正這樣給了一個機會 我們去知道 更加了解清楚我們的社會 可以訂立到一個更加清晰的目標給自己 這樣的話 令到我們 可以去訂立到自己 未來的發展方向 更加了解清楚自己的目標 和我們學習的目的 那最後呢 我們也都想多謝大會 這麼好地提供一個平台給我們 提供這個機會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和其他學校的 一起交流一下 一起去了解更加多有關不同行業的經歷 但最後我們也要多謝馬先生 為我們設計了這麼多 這麼好的行程 和豪不淪式的 和你分享了她的人生經歷 好 多謝大家 好 多謝幫我醫院80周年鄧英喜中學同學的分享 好了 跟著下來呢 就是將軍澳官立中學了 我們又看看她是介紹 誰一位同學 誰一位同學 會叫她選擇 會在後面 我會刻軍澳大會 會死我 她勿論 我會不會